謝謝主席 其實我所屬的工會 港家勞工社團聯會 都給了份意見書 其實我們很關注台風的 僱員權益 當然剛才局長說了 特首 就已經要求 保安局做檢討 就說估計三個月內 是否有初步的報告 當然我自己一直關注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到 師長說 這個檢討都包括 封後的員工上班的安排 當然我們一直知道 現在勞工處一直都有 叫做台風及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則 這一次的封 其實上次天甲 已經有很多員工反映 因為他趕不上班 下了波 或者是因為 遲了上班而被扣身 那當然 守則經常都呼籲 還有希望僱主體諒 或者彈性處理 那其實現時 就已經跟僱傭條例 是有衝突的 有落差的 那這一方面 我不知道檢討裡面 是否要看 僱傭條例的構身 和這個守則 是否可以真的立法去執行 這是第一個 那另外我想了解一下 其實這個檢討當然 三個月內是第一次 最後會幾時會完 因為很坦白說一句 我印象中 在今年6月5日 我們保安事務委員會 已經談了 因為風貴 來臨 及相關自然災禍 所作出的準備及應對工作 那時候就討論過上年的天革 其實當時有關的工會反映 就是說 就處理的那些樹 搞了大半年都未解決 那時候保安局 回覆我就說 是因為那些承辦商 沒有那些調備車 的數量不夠 引致這個 就是處理那些樹 當然現在你最新告訴我們 在文件裡面 39段都會提到 那個復原工作 做山竹線後的工作 需要更長時間 和更多資源 我想問一下 其實現在整個災後 包括例如剛才提到 有些海濱長廊的磚 有些過路設施 甚至那些樹 現在那個政府估計 需要幾長時間 和需要多少資源 這裡有沒有一個 現在做一個初步的估計 司長 時間方面視乎於損耗的程度 剛才說 有些是短些時間 有些長些時間 例如污水廠兩三個月 小西灣運動場 可能要長三至六個月之間 但是哪些我們會爭取的時間 我們會做 資源那裡 那些統統和局長 說得很清楚 是不需要為資源頭痛 最重要就是 回復整個社會的運作 所以我們不會在資源方面 特別是握得緊的 有需要做就做 所以資源現在沒有辦法計 因為有些工程都未展開 但是我們會實事求是去做 錢不是問題 最重要是儘快 可以整件事復原它 第二 還有很多句 你很關心那個勞工權益那裡 當然 我們的跟進工作一定會看 有哪些方案都好 我們回到勞工顧問委員會 拿大家的意見 所以有機會在勞工會再談 一些細節 多謝